字幕提供 Hi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集的泳山频道 广东话有样东西叫做讲数 英文直译就是talking numbers 广东人真的很喜欢和人讲数 因为实在很多数可以讲 首先有三七二十一 它来自九恩歌也就是乘数表 但是偏偏无奈不知为什么 我们很多东西都喜欢你 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 其后三七二十一变成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就例如我不理三七二十一 做了才算 其实只是三和七都已经很多东西说 别以为广东人经常说 不理三七二十一 三和七就很熟 实情三不熟七 所以如果你想说你不熟那个人 你可以说 我和他都三不熟七 是啊,很奇怪 数字和数字之间都要画清界线 除了三不熟七之外 还有九不答八 九不答八的意思 即是事情完全没关系 即是你说什么 九不答八 三就说不熟七 九又说不答八 但其他数字都不能去哪 例如 二打六 二打六的意思 即是无关重要的人 就好像我们之前学过的 一句 其实你可以用数字 去解决一件事 例如 你可以选 和别人三口六面 说清楚 再不是 就四四六六地拆备它 选择不了的话 即是说你十五十六 插不了主意 下次和别人说数 真的可以用数字来说 喏 我不理三七二十一 你和我四四六六地拆备它 不要找一些二打佬来欺骗我 要么就找那个十三件出来 我和他三不熟七 分分钟说话搞不同答八 最好约出来三口六面 一五一十 讲清楚 多谢你收看今集的永生频道 记得Subscribe YouTube 和Like Facebook 频道